現在要跟各位談的是潮汐 地科會告訴你 月球是影響潮汐的主要的力量 潮汐就是海水的水位 會深深降降高高低低 所以就會有所謂的位能差 就可以利用這樣的一個水位差位能差 然後呢 讓它產生一個發電的效果 這個簡單的圖示 潮汐用來發電 潮汐發電 那還有個波浪也可以來發電 我們沒有教 就是這樣潮汐來做的 那麼它一樣 它基本上它的優點跟風力發電 水力發電差不多 它很乾淨 很安全 沒有什麼空氣汙染什麼之類的 但是呢 它要有足夠的潮汐 就是那個潮汐夠大 台灣像是中部的潮汐比較大 那南北的潮汐會比較小 地下也會帶到這件事情 所以要只要它夠大 然後呢 它這裡就會有海水侵蝕的問題 有暴風雨破壞的問題 跟剛才講那個離岸的風力發電的狀況 是類似的 類似的 然後下一個是生殖能 這個我們曾經有考過 生殖能 就是利用這些動植物所衍生出來的能源 一些殘渣廢物一些糞便之類的 這叫生殖能 你們應該學過什麼 西藏人用毛糧的糞便當燃料對不對 那也叫那種生殖能 生殖能 ok 這些東西 然後呢 利用的方式呢 有種直接來燒 剛剛講過糞便直接來燒 就是一種生殖能的運用 再來就是利用發酵的程序 把它做成酒精或者是一些燃料 比如說糖類八下可以做成酒精啊什麼之類的 然後或者是它一些廢棄物 早期就是夾碗 早期就是夾碗 利用廢棄物成真的早氣 這些東西然後就可以變成我們的能源 然後或者是在透過一些比較複雜的程序 做一些裂解企劃的工作 然後得到有用的東西 這是生殖的運用方式 然後呢 就像這些可以塗試 然後乾澀 然後只要去做它 做它就這樣弄 這樣子 然後呢 左手邊就是變成乙醇酒精 右手邊是拿來吃啊什麼之類的 好 就是狀況是這樣子 看一下就好了 優點就是來源豐富 很多東西都可以用 技術簡單 重東西嘛 重東西嘛 技術簡單 然後暈度有丟 我們知道這些卡道 也不會到的空氣污染 它的缺點呢 小環效率低 我講過了 大部分的新能源 就基本上都是小環效率低 然後需要大的土地 需要大的土地 然後要種東西 那還有別的問題啦 像當初巴西要用黃豆做酒精 就被人家講說 他就搶走了人 或者是動物要食用的黃豆 輕食掉 本來要拿來做食品的東西 所以有人想點別的方法 讓他不會到這種狀況 然後呢 新能源目前的一些問題 大部分呢 就是轉換效率低啊 技術有在提升啊 但目前 像德國就是大量運用太陽能跟風力啦 大量風力啊 所以漢威源是已經具有商業運轉的價值 有商業運轉的價值 所以他直接來用 然後呢 也會說地點限制 要夠強的日光啊 要夠強的風啊 要夠大土地啊 什麼之類的 啊 目前唯一大量開發運用 就是所謂的水利 可是水利發電 目前大部分是要蓋水庫 那跟各位提過蓋水庫有生態環保的問題 所以台灣現在基本上也不太可能再蓋什麼新的水庫了 好 所以但是 目前唯一大量被用就是水利支援 是我們比較在用的 所謂的再生能源 那 這是我們未來的希望 核融核 小核變成大核 核融核 是我們未來的希望 氫融而沉害 然後發光發熱 這就是 地科天文教的 恒星之所以會發光發熱的原因 就變成核融核 那核融核的好處是 它的原料和取得 你氫藥變成害 它氫很容易拿得到 水電解就有氫了 水電解就會有氫了 很容易都會拿得到 水電解是化學反應 核融核是核反應 這兩個能量差很多 所以呢沒有問題 然後基本上我們前面跟各位講過 那個小核沒有放射性 又或者大核也沒有放射性 所以沒有現在核能發電 有所謂的放射性污染的廢掉的問題 所以OK的 這一次 可是目前的做法 問題是 目前只能做成炸彈 你聽過原子彈 古老的原子彈是所謂的核分裂 不然你聽過所謂的氫彈 氫彈就是核融核 這個做成炸彈不用控制 泵炸掉就好 可是你要做發電 你要控制它 我要你快就快 我要你慢就慢 我要你多就多 要你少就好 目前為止做不到 現在發展所謂的低溫核融核 這低溫是相對的 本來要上千萬度 如果能夠降到百萬度 就叫做低溫 現在比較低溫 但是現在是沒有辦法 它的反應溫度 東西都裝不起來 沒有東西可以把它包起來 要什麼要用職能 就可以把它包起來 然後呢 持續時間大概一秒鐘 你在網路上看到一些神奇的大哥說什麼 在家裡面哪些東西 做出核反應的 那些東西 基本上別的問題不講 基本上的問題就是 進去的跟出來的 進去的比出去的多 隨便亂說 我花了10交耳的東西進去 自產生2交耳的能量 這樣子怎麼可能當作發電廠 再怎麼當作發電廠 不行 所以目前就是還達不到 但是很多人在努力 包括中國大陸 都來做這個事情 然後呢 看看以後有沒有機會會成功 如果會成功了 那它就會是我們一個很重要的能量來源 能源的來源 因為它比我們目前的核能發電來講 安全很多 乾淨很多 而且基本上富於潰法 而且能量很大 這又是有關於核融合的部分 可以嗎 可以 快 rewarding bam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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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